现在突然又出现一个词叫中产反贫 这个词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人会很高兴 也就是时代的巨变或者是逆变正在冲击着每个人 为什么 因为一线城市互联网城市互联网都开始裁员了 几乎这是上一个头条的事情 可以想象那些人被裁员成为裁员的一个主力 大概的就是35岁以上的中年人 那么这年龄很尴尬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他们出于有上有老 下有小的一个状态 原来可能有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有房子 车 这些都有 那么也有 但是他们也背负了一个沉重的一个贷款 也必须永远让自己处于一个国内工资的一个善有的水平 他们才能维持着一个正常的一个富贵生活 那么一旦失业 找到原来的高薪的工作 那么这个负债就很难扛了 之所以现在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压力 那是因为父母双方都还很健康 如果有一方身体出现了异样 那么马上就会变得雪上加霜 而且那么中产的消费降级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大城市里 如果大城市里来了一个以前大城市里 来了一个顶级的超市 大家都会抢了去买东西 那么现在突然发现了 街边上开了一个不知名的小超市 卖的全是一些不知名的产品 大家可就都是去排队 那这什么意思啊 消费降级嘛 那拼多多货 这不就是这个例子吗 你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吧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产返贫已经势不可当了 那么隔壁的一个别墅呢 我们就隔壁的别墅呢 又在装修了 这两点叠加在一起 就可能说明了 富人的财产在不断的通胀 而中产返贫就势不可当 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 那中年人没有年轻人便宜 没有年轻人好管理 没有年轻人好魄力 他们想干事 年轻人听话好管好管 年轻人听话好管 所以大部分的失业中产阶级 就进入了外卖滴滴 保险 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 中产阶级的人 已经可能面目全非 劈开这种账了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说是大背景 互联网和房地产的红利期 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一拨人快速积累财富 可能就是跟上这波红利的光 第二个最重要 很多中产因为红利超车 弯道超车 很快的积累财富 可能之后就有一些盲目所以已了 就已经飘飘然了 盲目的投资了 他们盲目的进行了一些的投资 比如说跨行业投资 听说过没 他们在寻求自以为是一个捷径 也就是买股票 买移金 或者是P2P 但是这几年股市爆雷 又给了这些人当头一报 投资出现了中产反批的第三个不要准 就房贷近千万 你家里的配偶不上班 孩子又上了贵族学校 如果平目前的你刚好中招 那么我接下来 这些话可能是对你是金鱼亮眼 快速适应这个时代 不能让自己只有一个赚钱的途径 不能只有一个饭吃饭的完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学会不知羞耻 玩小药也要有饭吃 什么工作都行 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 先度过危机再说 我想说的就是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你会发现有的人学东西就是快 这就是高考筛选出来的精英 你学东西比别人快 获取信心的能力比别人高 做事情就学会认真做 那么而不是找捷径 这些底层素质是人生最重要的品质 那么建议大家每到每年的中间的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做一个诚信的报告 筛选一下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一些优秀品质 哪些都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哪些都到了没有改变 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以后走向社会 必须要具备的 第二就是很多社会上的人都背负着负债 那么不做死你就不会死了 中年人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 可以肆意妄为了 一定要学会安抚自己放荡不羁的心 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能认识到这一点 不要等真的走到了绝境山雄水尽的那一天 才认识到这一点 也许你学会了对抗通胀 你可能反评的就越快 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真正的水平和能力 切莫做自己不熟悉的事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 只是谈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个简单的看法 有网友发私信说 让我讲一讲有关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 带来的一些个利弊 我个人学术比较浅显 简单的针对这个问题 做一下自己的一些个 简单的针对这个问题 做一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 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 但是从史料记载来看 武昌起义的规模有限 而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范围之广 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 而当时太平天国呢 让无数的汉人乡身阶级 官僚阶级 自发组织军队进行镇压 武昌起义的规模大过于太平天国 为何他却成功了 这就是因为在清朝此时内部已经垮了 不仅立宪派分道扬镳 最坚实和重要的拥护者 乡身官僚阶级也抛弃了清朝 那么这个话说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因为在1905年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 自古以来 科举就是乡身阶级官僚的必需品 乡身阶级的利益 多来自于科举 政治科举他们才有人能够进入官僚阶级 得到利益 进而然而没有了科举 断了乡身前路 维护清王朝还有什么用 所以武昌起义爆发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脱离清朝的控制 那么黄仁宇先生认为 科举考试的制度 从明清开始 开始逐渐的变成了 进古人们思想 维护中央统治的最好手段 所以1905年9月2日 直立总督袁世凯 会同圣经将军赵尔逊 湖广总督赵张之洞 两江总督周府 梁广总督 陈春轩 与湖南巡抚 端方 上哲 请力挺 科举 以广学堂 那个袁世凯等人呢 都是封疆大力 若朝廷不再接受这次的提案 这方面的这些个人呢 就会直接影响了 清朝的统治 尤其上哲哲 一是为直立总督 直立的是统治的核心区 一是圣经将军 圣经乃是满清的老家 南方最重要的三大总督 揭裂在其中 万一再出现其他的变故 那么亡国则止日可待 那么当时呢 清政府呢 面临着日俄战争的冲击 宪政的声音呢 也是随处可见 革命组织啊 比如说华兴会啊 广福会啊 同盟会啊 都相继成立了 革命就在眼前 专制制度即使不垮台 也面临着严重削热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个 非致命问题的让步 所以才出现了立法 制止9月2日的事情的 这个盛职 由于废除科学考试制度啊 各个乡镇的学堂先后费力了 导致了大量的乡身阶级涌入城市 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而为了填补 废除科学制度考试制度的空白 清政府一方面兴办了新式的学堂 一方面成立了各种的讲武堂 后者是让近代中国陷入战争风云的一个诱因 而兴办新式学堂啊 让人们的火 这种新的思想 接受新的思想 开始逐渐的活跃 当时还有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士 比如詹天佑 胡适 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才直接把新式的思想带了回来 撼动了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基础